看过年轻时候叶玉尼的人,都会说那个时候的她多清纯,多漂亮,她的每一个笑容都那么迷人,成为一代傻男女神,叶玉尼路关精致,看着孩子留一张娃娃脸,这样的她曾美极一方。 自然也是有不少绯闻男友的,就连林志颖多复成,都一度成了她的绯闻男友,叶玉尼从13岁时就因长得漂亮,被挖掘去拍了广告,14岁开始进入影视圈,16岁凭借恐惧王子儿子演艺圈走红,可以说,叶玉尼的演艺人生太过于顺利了,人美事业又红火,谁料她在22岁时做了一个决定, 叶玉尼在22岁时也正当红,是决定嫁给玩具富商成百号,嫁入豪门的她,便开始吸引,不用再每日不停的赶通告,不用再抛头露面,这样的豪门阔态的生活,并没有让叶玉尼轻松多少, 因为叶玉尼很快就生下她的儿子,时隔四年后,又生下了二胎女儿,只是夫妻感情也走到了尽头,原来被曝出成百号在外偷心,看来叶玉尼也是遇上了渣男,虽然独得了子女的抚养权,又逢前夫破产,原本能拿到的赔偿,也变成了子虚无有了, 无奈叶玉尼只好付出拍戏,只是叶玉尼当年的玉女形象已经完全变了,付出也只是龙套角色,为生活奔波,为养活子女,叶玉尼想尽的各种办法,还曾出文集,最后还为此白了头,形象全无,然而,叶玉尼才45岁,是因生活劳累而加速老去,看上去更像是老成了54岁的年纪了, 真是岁月岁月了啊